越是英语成绩差的孩子 越是不能从背单词开始 你就让他干一件事 英语考满分啊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英语呢 不需要他去死记硬背 你现在就用我的这个方法试一下 立马就能看到效果 我是李渔老师 在一线教英语已经13年了 总结出了这样一个学英语的绝招 那么之前我有一个学生啊 平时成绩都是二三十分 就用了我的这个方法 三个月时间突破了95 认真看完这条视频 你家孩子也可以做到 这个方法至少价值几万块钱 今天这条视频啊 各位妈妈们 奶奶们 姥姥们 一定要点赞收藏反复看 绝大多数的孩子啊 英语不好 最根本的原因呢 就是缺少单词量 那单词怎么样才能背得快记得牢呢 秘诀就是四个字 记忆组合 因为英语啊 它是一种拼读的文字 听到辅音 你就能把它想象成拼音里的生母 比如说B就发B T就发T 再记住五个原因字母 A E I O U 它的方音 比如说字母A 我们就读A 字母E就读A 字母I就读A 字母O就读O 还有字母U 我们读A 那这些单词 是不是完全都不用背了 因为你直接就可以读出来 读出来就能记住了呀 剩下的就是组合 比如说A Y 这是一个组合 就读A 这些单词 这些单词你也就一下子记住了 还有一个组合 还有一个组合叫OA 我们就读O 比如说这些单词 Road Boat Goat 你也就都会了 那同样的还有一个叫做AR的组合 这个组合我们要读AR 比如 Car Star Dark Sharp 这些单词也是不是很简单 再比如说你知道字母组合 T I O N 它在单词里面就读SHIM 小T遇到I O N 就会变得很神奇 发SHIM SHIM SHIM 所以像这些单词 NATION Vocation Motion 是不是都不用背了 你看啊 学会了字母组合 记单词的速度和效率 至少提高了10倍以上 那小学800个核心词啊 还不是轻轻松松就考定了 如果咱们家孩子啊 记单词特别的慢 这个方法一定要让他赶紧学起来 那如果家长还不会教的 你在右下角打出单词两个字 每天早上7点半 我会在李渔老师的直播间 一一分享给你 快来跟我一起学习吧